來看台東的消息 台東 台東決定要重新開動 台東這個火力發電器 有日後期 引起台東市政府的部分 人說是違法的文傳 在早期報到 學習之後 決定要發錢 發八百到兩千萬的法款 明天政府 這年依照恐怖法 要寒送這個減風來徵辦 台東給台東市政府 五湯青菜蓋水發令 講到說 台東市的用電量 五年來徵加兩聲 因為年輕用電量有比較多 所以說呢 中火日後期 需要加入運轉 行政儀今天是天台電 人家說台東市政府 對台電的發電器 無違法來行政 增加了20% 已經超過了台中電廠的發電量 中火的二號機是需要運轉 燃煤事實上不適合再用 那加上我們的電力機組 事實上天然氣也好 我們那些所謂的綠能也好 都能夠繼續來調度使用 不需要急著使用燃煤電廠的發電 針對負一停工命令的部分 我們移送負責人 是誰下令負一停工命令的 那個負責人才是 通無法要移送的對象 面對台東市政府 對電廠員工的恐嚇行進 台電必將盡一切的努力 來保護同仁 台東市政府不要依據自己的喜愛 隨意的解釋法令 甚至帶頭迴法 台東市政府二十五合佛 早餐後各發 但是台電要求更倍 行進的發言人 定義名標是 台東市政府 正對學會運作的台電基礎開發 沒有他發行進 沒有真空氣的品質是良好的狀態 如果出現無線 就設斗鋼材 行進去聽台電 中會的操作許可 到底是有效還是不好 中央和電影一邊說一項 台中會的發電性的問題 在時間以來可能難受